好現在針對是高雄市長的選舉 國民黨很有可能會推派的是 前立委柯志恩來參戰 尤其還說到近期分明調解出 就是柯志恩的支持度是最高的 而且他還有的是 侯友宜跟這個趙少康的力拱參選 另外來看到是民眾黨的這個蔡壁如就說 民眾黨已經是確定不會推派 這高雄市長人選了 但他們認為在野的最大目標 是讓民進黨無法再執政下去 要阻止一黨獨大的怪物繼續掏空臺灣 而且批評說上市陳其邁是個正二代 形象並不好 而這個柯志恩的形象清新之外 論述跟行動都很佳 似乎透露著藍白河有可能的味道 但是我們來看到 藍營內部有些雜印的部分 就是也很想選的這位是張亞中 他就說他就提到黨中央走落這個民調數據 要求去黨中央拿這個民調的數字 來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以及這位是金門的在地立委 這個陳玉珍幫地方議員討公道說 在地的人蹲點很久了 卻都沒有機會來參選 會議黨中央這徵招的民調 必須透明才有利之後的地方整合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